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妈妈 绳索可备好了 后一句是对着管事妈妈说的 那妈妈立刻应声道 早备好了 只带姑娘发话 旁边几个粗壮婆子也蓄势待发 只听令下便要动手 曼娘眼睁睁看着明兰 明兰毫不惧怕看回去 常年目睹王氏母女和林姨娘母女 切磋记忆 同台竞技 今日这点场面还真吓不住她 两人目光对上良久 曼娘颓然无力 自己拉着两个孩子站起身 让朴妇拉了出去 明兰趴在车檐上 吐出最后一口黄水 然后翻身倒在软软的卧榻上 老太太爱惜的 抚着她的小脸 不过几天的功夫 明兰身上万年不消的婴儿肥 快速崩溃 对于白胖小孙女会窈窕下来这一点 盛老太太从来没有怀疑过 可惜她猜到了结局 没有猜到过程 小明兰晕车晕得天翻地覆 看东西都是虫影 对着房妈妈叫祖母 对着驾车的老张说 崔妈妈你怎么长胡子了 老太太很是心疼 一路上都把明兰搂着 让她睡在自己膝上 那日渔府大闹后 明兰一回府 就被圣老太太进了族 外加进族和法朝佛经 老太太问她知错吗 明兰很老实地点点头 知道太过张扬 这一抄就一直抄到启程 明兰始终没机会 再见燕燃一面 渔府上下 被守得密不透风 什么消息都出不来 外头只知道 燕燃生了重病 与顾府的婚事暂缓 看祖母脸黑如锅底 明兰一直不敢辩解 直到上了路后 看老太太心疼她晕车 态度缓和了许多 才一边吐 一边结结巴巴 为自己辩护一下 祖母 您想想 孙女哪有那么二 当年她顶头上司法官老太 总结多年把人丢进黑窑的金眼 得出一句很玄妙的结论 有些事看着很安全 其实很危险 有些事看着很险 其实很安全 首先 她做好事不留名 只要于家仆妇 不出去嚷嚷 曼娘被骂了半天 也不知道 骂她的人是谁 何况这事 对于于府来说 并不光彩 他们必然把事情误言识 别说明兰发挥 就是曼娘表演 也不会让下人露出 而且 盛家立刻要全家搬走 而于阁老家 却是要在登州养老 等到了金城 或者随盛红转掉外地 那就更加没关系了 盛老太太神色不变 你又何必强出头 说到底 那也是于家自己事 这话郑重绑心 凌兰销手智能的面庞 忽然沉默起来 半晌小大人般 悠悠地叹了口气 唉 身为女儿生 这一辈子 都得谨言盛行 不可落一点 口角与人 可是 这样过一辈子 又有什么趣呢 走一步路是规矩 说一句话 也是规矩 从睁开眼睛 到躺下睡觉 时时刻刻 都要思量着厉害关系 孙女儿 真不喜欢这样过 不过是木头人一般 熬日子罢了 孙女想 偶尔 偶尔那么一次 也能做自己想做 说自己想说 祖母 明兰知错了 明兰浮在祖母怀里 心情十分低落 与其说 她是为了 陈一世 口舌之快 不如说是 勿伤其累 同病相恋 像燕然这样 祖父上健在 老爹就会为了 荣华富贵 致女儿幸福于不顾 那自己呢 如果有朝一日 自家老爹 需要牺牲女儿婚事 来换取利益 那圣老太太 是否能为自己做主呢 在这世上 女孩家命运 真如扶贫一般 可是 为了衣食无忧 尊荣的生活 是否非得牺牲 一切性格和原则 而去忍让奉承 乃至虚伪狠毒呢 深老太太也默然了 辅着明兰 细柔如鸭语 松散的发脊 其实 于老太太 后来曾亲过父道谢 直夸明兰 吉人所及 乃性情众人 颇有狭义之风 还说燕然这辈子 有这么个姐妹 也算有福 她也知道 此事并无大碍 只是想磨一磨明兰的性子 免得将来太锐利了 容易自伤 既然明兰已认罪受罚 并且改造态度良好 深老太太便解除了 消息封锁政策 燕然婚时千回百转 于阁老素有弹症 那日大闹后 吐出一口夹杂浓潭的淤血 到因祸得福 展开了经络 康复后 余阁老 快速投入工作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为燕然定了一门新亲事 是她旧年顾娇之家 婚事说好不好 说坏不坏 亲家远在云南大理 当地名门段时 不知第几个嫡孙 比燕然大了许多岁 据说人品很好 至今未能说上 何心何意的亲事 是因为有腿疾 因为小时候摔断过腿 因此不能入室 这次余阁老是铁了心了 下手很准快 直接叫儿子送银子过来 置办嫁状 再有啰嗦半句 她就开宗词 把儿子拙出家门 明兰启程出发那一天 余家刚刚和段家 过了定理 也好 明兰努力往好处想 就算不能出事 也能行医经商制产 许多事能做呢 对燕然姐姐好 才是最要紧 想着燕然 总算逃离陷阱 明兰又高兴起来 拍着手道 这下子宁远侯 又得四处寻亲家了 京城媒婆生意不错啊 不用寻了 盛老太太沉沉道 于大人将燕然妹子 许过去了 等急了机便过门 明兰呆住了 直觉万分愤慨 恨不能握着拳头 到外头去跑两圈 或狠狠咒两句老天 过了半晌 她一阵眩晕恶心 转过头 抱过一个空盆子 继续殴吐 一路往南 车路滚滚 八月末 北方空气温爽 蓝天高阔 明兰云车十分顽固 始终相伴相随 为了给明兰解闷 又或许是出了门后 大家都心情放松了 房妈妈开始给明兰讲鼓 姑娘啊 你也别怪老太太罚你 她是为了你好 女人这一辈子要活好 门道可大了 趁老太太在另一辆马车歇息 房妈妈坐在车里 照看明兰 一边给明兰女瓶毯子 拍软枕电 一边叙叙叨叨 房妈妈理论能力欠佳 但甚在几十年来 耳闻目睹 实力按简充沛 按她经验 女人这一辈子好坏 不过是一命二运三本事 三者只要占其二 便可一生顺遂 拿于老夫人来说 她早年出生于山东大如之家 父母温厚 家归严谨 这命是很好 后来许夫许于格老 是父亲的得意门生 于格老于贫寒之时 受恩师赏识 且嫁女给他 便十分感激 与于老夫人一生恩爱 便是后来仕途顺遂 清云直上之后 也不改夫妻情意 与妻子一心一意 同志白头 于老夫人这运也是极好 如此 于老夫人便是搏斗能力为零 也无所谓了 可以说 于老夫人这一辈子 都没经历过大风大浪 也不需要耍心机 十手万 温氏花朵般幸运 嗯 也就是因为这样 他压不住嫣然他后妈 有时候还需要于格老亲自出马 教训儿媳 唉 没本事又如何 嫁不住人家生好 嫁更好啊 房妈妈十分揭叹 明兰听得入神 这比说书还要好听 看来投胎很要紧啊 若是爹妈好 便事成一大半了 明兰有种感慨 于老夫人爹妈挑女婿的本事 着实不错 谁知罚妈妈 不声赞同 那也不见得 妍然姑娘生想没多久 就没了娘 爹又是个狠心 可他有于格老和老夫人护着 但凡自己有些本事 将来也能立起家业来 就怕 他随了于老夫人啊 是吗 明兰拒绝苍白无力的理论 要求事实说明 房妈妈很爽快地把自己捆出来说 说起来还不无得意 她身在一个贫苦潦倒的农户 父亲重病缠身 七岁之前没吃过一顿饱饭 母亲无奈之下 把她卖给了人牙子 后卖进了永逸侯府 她命实在不怎么样 但是她进侯府之后 勤快老实 很快被选到侯府小姐身边做丫鬟 然后凭着自己好学不倦 写字算账 绣花李家等本事 一一精通 一心一意 伺候主子 绝无二心 最后容身为徐大小姐身边 一等大丫鬟 后来跟着陪嫁入圣府 被老太太做主 嫁给了一个管事 夫妻双双托吉自去谋生 后来儿孙满堂 家业殷实 一个儿子考了秀才 开了私塾 一个儿子开了好几家店铺 还有一个置办田产 当起了小地主 妈妈运气不错呀 果然是好人有好报 明兰越听越精神 房妈妈微笑着摆摆手 光是好人可不顶用 当初我知道自己必是要被卖时 便日夜做活 攒下了几个大钱 给了那人牙子 苦苦哀求她 把我迈进个好人家 也是运气好 遇上个厚道人牙子 这才有机缘 遇上老太太 是我在侯府里 啃食亏 啃多干活 这才入了老侯爷夫人眼 末了 也是我 促着我男人 出门闯荡 才有儿孙好日子 我如今服侍老太太 也是当一天算一天 陪着老太太 说个话 解个闷 什么时候 老婆子坐不动了 便回乡 抱孙子去 她中年丧父之后 见儿女都已成家 又舍不得 盛老太太 一人孤灵 便又入了盛府当差 说要全了主仆情义 她儿孙颇为孝顺 分年过节 回回都来求她回去 想想轻浮 法妈妈 致死不肯 明兰 扎舌不已 真是活生生的 成功奋斗典范啊 看着法妈妈 目光不由地 带上几分崇拜 她虽出身不幸 但运己 加本事 等于成功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游戏远眠